大家好,现在浙江省东阳市 今天下午我们重点去看一下庐宅景区 这一块的古建筑群的面积非常之大 是一个东阳市区保存最完整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 这边写的是庐宅古建筑群 估计已经走到门口了 哦,果然是一个大门口,这个大排放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庐宅 庐室从宋朝的时候就到这边来定居了 到明清时期这里尽是科举 然后状元多得不得了 所以说到明清这个地方就发展的就是 已经很壮大了 很多人在这里就建了很多的房子 一直保存至今啊 我们穿过这三道排放继续往里参观 现在这边才是真正的大门口检票处啊 我过来看一下优待镇能不能用 我查到的资料是可以用的 我过去问一下 进来了看一下这条古老的街道 还有这个院墙,还有这个桂花树 少说也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了 鸟语花香 优待镇可以用 这一点还是非常优秀的 只是我那次做的那个轻轨 它不可以用 那看来这个景区景点 它有的地方还是可以用的 这个大门口 现在看到的绝对是老的大门口了 你看一下它那个颜色就知道了 都在一百多年了 看一下古老的桂花树 鸟儿们欢快的在这里唱歌 我们穿过这道门来感受一下 鸟语花香 杜鹃花 哇塞好漂亮 就两个字 安静 这上面写的是大方伯 这可是正宗的古老的建筑 它那个柱子应该都是 一百多年前保留到现在的 穿过一道门 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大院子 这些柱子被游客摸的 有些地方都很亮 古老的建筑没有刷油漆啊 我觉得可以保护一下 看一下那个大堂 坐着两位游客在那里发呆呢 缓顾看一下这周围啊 这么好的景点 要是放在大城市的话 那游客多的络绎不绝 你还想这么安静 不可能 知道吧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 我就喜欢到 这些人少的安静的地方来 走一走看一看 这个感觉真的是 特别的好啊 这边还能看到那个电视塔 看一下这个大堂 这个柱子 纯实木打造 抬头看一下这个顶 哇塞 应该是清朝 明朝时期保留下来的 非常的古朴 典雅 走 那我们继续往里面边走边看啊 因为它这个里面还是挺大的 现在来了几位旅游客 从不同的角度 再来看一下 这个客厅就很特别了吧 和我之前看到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左右脸边看到的都是这个宅子以前的主人 我们顺着中间这条主干道 继续往里面参观 这个宅子还是相当大的 我走到现在的话 都还没有走到后花园 理论上来讲 古建筑的房子全部都有后花园 继续往里面参观 看一下这边的窖子 我感觉这个窖子是不是稍微有点小啊 这大人坐在里面会不会感觉有点拥挤 那个窖子有可能是复制的 但是这个房子绝对是原封未动 你就看它这个柱子的这个结构 还有这个笋毛 包括那个雕刻的花纹 还有这个木头历经风雨的那个痕迹 一百年以上到两百年左右的时间 应该都是清朝末期的 明朝到现在有三四百年 四百多年 木头这么长时间如果不刷油漆的话 它不一定能保存的下来 但是能造房子的这些木头 你像这个木头柱子 看一下 质量都是上层的 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房子 少说在两百年左右的时间 继续往里面走 我倒要看看这个大宅子有多大 太厉害了 我现在的左手边全部都是厢房 就是就像那个大小姐啊 或者是客人住的地方 一般大小姐都是住在二楼 就像这样的房间 或者住在 对吧 大小姐不可能住在一楼的 都住在二楼的 走到这里应该就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看样子已经走到最后面了 这边写的是游览路线 看看有没有后花园 一般古建筑的房子都是有后花园的 这个该不会没有吧 看一下这个房间里 这些床应该都是老的 原来就有的 包括这个柜子 还有这两个大花瓶 这边应该就是炉宅的老祖宗 对吧 这个上面是两位 那这些就是供品 应该都放了好多年了 继续往这边参观 那这个大宅子可能还真的是唯一一个 我没有看到后花园的 因为我这后面所有的门 路都是封起来的 那我们就开始往外面走了 那不可能 按道理讲 它必须得有后花园 看一下这个杜鹃花 还有外面的房子 尤其是这个土墙 这可是正宗的土墙的房子 后花园没找到 那我们就开始往外面走了 妹子们都喜欢在这里拍照 人手安静 确实比较适合拍照 坐在大堂的正中间 这种感觉确实非常的好 能够体会到古人 他为什么要把房子这样设计 然后门口是非常的敞亮 浙江省东阳市 卢宅景区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